嗯 佛法的修学 慈悲喜舍的修行 慈观 在念诵并修行慈经几个月以后 这些僧侣理解到那些不安的精灵 所受到的苦难 结果那些精灵也开始修行慈经 充满爱的能量 森林也因此恢复了宁静 佛陀也传授了慈观的练习方法 帮助弟子修行与实践似无量心 若是你的心充满着词 便将词送往第一个方向 第二个方向 第三个方向 第四个方向 然后往上送 往下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纳一切 不带仇恨 排斥 愤怒 或敌意 慈之心 何其大 它不可衡量地成长者 终将能拥抱全世界 也依此法修行 悲心 喜心 舍心 带着慈心 比丘渗入了第一个方向 第二个方向 第三个方向 第四个方向 上下 周遭 一切地方 接纳一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悲心、喜心珍心》 对悲心、喜心、舍心 也是如此羞老 如果爱的能量够强 就可以把这股能量散送给十方的众生 可是我们千万不要把词观当成仅仅是观想而已 譬如说把爱观想成阴波光波或纯洁的白云 缓缓地散开荣罩全世界 真正的云会带来雨水 深与光无孔不入 我们的爱也需要如此 与人相处时 必须观察我们的爱心是否在场 做着修行词观只是个开始 有了修行 爱会自然而让地增加 含孕一切 拥抱一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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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这些负面的心态还在 我们的爱就不算完美 也许我们会以为我们有办法理解 接纳他人 但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全心全意地去爱 在希望众生欢喜 平和的发愿那一刻 爱的能量也在我们的心中油然而生 爱将渗透我们所有的受想形式 事实上他们变成爱 慈悲喜舍的修行 慈观 龙树说过 修行慈无量心时 你一定要地观 以便面对愤怒和仇恨 当我们希望十方众生欢喜时 慈的意愿也悠然而生 这股想要去爱的渴望 进入了我们的受想形式 在牲口意中流露出来 自词以后 心、色不相应行法 既不属于心理 也不属于身体的世间有违法 都会与词相应 也因此可以被称为词 因为词是其根源 因为词是其根源 这些心色不相应行法 在如今充盈着词的意志指挥下 决定我们未来的行为 意志是驱动我们一言一行的能量 被洗手的韵声也是如此 正念是让我们地观色受想形式的能量 进而看清楚真正的需要 不致沉默于苦海中 最终我们的心念 一直将充盈着爱 由那刻起 我们的行动也都会流露出爱 修行的目的不只是要在心念中燃起四五亮星 也要在言行中把四五亮星带到世界 千金道论的作者佛音论师告诉我们说 当禅观开始结果时 我们将会在身上 我们将会在身上看到此心的讯息 共产生日期 哇 睡得更放鬆 不受梦夜骚扰 醒的时候感到更轻松 不急不愈 被周遭的人物保护着 在《增知布经》中 佛陀提到修行词官的十一种好处 佛陀在讲经说法时 会同时讲修行词官的好处 以及不修的坏处 目的是为了要鼓励人们修行 收行者讨棉 醒来时感到心静光明舒坦 不受梦夜骚扰 广受喜爱 广受喜爱 尤其孩童特别喜欢与之亲近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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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此参拜过观音菩萨的信众都感到非常灵验 山门经过岁月洗刷后的灰色调 飞檐翘角 人精神抖擞 殿内祖尊供奉华颜三圣 释迦牟尼佛 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 白衣观音以红白色调为主 雕刻线条清晰明快 面容温润的白衣观音菩萨 思想中却可感受到历史斑驳的痕迹 右偏殿供奉初祖达摩祖师 右手成拳 左手包住以示善意 圆滚滚大眼睛加上露出的门牙 严肃中带点和蔼可亲 左偏殿供奉正气参天 观圣帝君 再近一点 圣君对你微笑呢 准提佛母身上的配饰是不是似曾相识 四里一对一对的梁柱在造型上各有不同 梁上的蹄字是井醒 是柱岛 细致的雕刻艺术更具历史风貌 保存价值极高 抬头仰望日式风格的隔天井 年久老旧有滴水的情况 所以目前可看到大殿外观 暂时性大铁架的照护之下 让外面下大雨 里面下小雨的状况 得到大大的改善 陶砖下方为年代久远的孤老实地基 可看出有下陷状况 静谧的大钢山新超峰寺的 一扇窗一面帆 蒋确新大师打造的青斗石 天弓炉栩栩如生细腻精致 还有很多值得探访的角角落落 邀您随喜共修修善功德 延续观音慈悲苑驻佛殿 邮政化播 0044858-4 0044858-4 沪明新超峰寺 电话07631-2291 07631-2291 在长江河边 长江 长江三峡有没有听过啊 中国的母亲河啊 然后呢有一户贫苦的人家 然后爸爸每天只能去剪剪破烂 然后妈妈在家里生病 病得很厉害 然后他们生了一个十岁的小孩 这十岁的小孩很孝顺很孝顺 看到妈妈病得很厉害 到处去跟医生跪 医生啊麻烦你布施我要啊 我长大做苦工也还你啊 我这一辈子用生命还你先救我妈妈 然后有些医生只给他一点点药 妈妈病都没好起来 后来呢他就跪了一个医生 这个医生很聪明 看他这么聪明 他说你妈妈这种病 他去看了以后 不是一般药能够救了 你妈妈这种病呢 要长江三峡里面有一种龙鱼 有没有看过 长江三峡里面有一种龙鱼 七公尺那么长 这种龙鱼呢 它会在海水里面 然后它要生蛋的时候 它就游回长江三峡 去孵蛋像鲑鱼一样 他说如果你能够找到这种龙鱼的肚子肉 配我的药救你的妈妈 你妈妈就得救 但是这种龙鱼肉太贵太贵了 我这边没有 你自己想办法吧 你看你能不能去哪里要到 然后这个小朋友想一想天开 为了救妈妈嘛 他就到处去问那些抓鱼的说 他说长潮的时候 在夏天长潮 龙鱼就会回来生蛋 看那个时候有没有人能够钓到 我们也不容易钓到 那这个小孩子 那我自己去钓好了 他就去跟人家借很大的鱼钩 等着长江涨潮的时候 他就放鱼线 准备钓龙鱼 但是他个子小小 那个长江涨潮太快 结果他怎么样 淹在水里面 后来生病的妈妈知道一直哭 我这个孝顺的儿子就这样死了 爸爸也哭妈妈也哭 然后到了隔天早上 有个事情发生了 有一只四公尺长的龙鱼 肚子大大的 既然游到船的旁边 动也不动 然后所有的遗传看到了都 哇 因为它太大了 四公尺 全部把它围过来 它还在动 就把它捞起来 哇 这只鱼大概怀孕了 肚子这么大 没有挣扎 就把它载到四场 载到四场 几千人都跑来看这只龙鱼 还在动 肚子大大的 就有人跟抓鱼的说 你看它肚子那么大 我们先吃鱼卵 大家分鱼卵好了 就把它肚子一打开 结果打开 里面有没有鱼卵 就是那个小孩子跳出来 那小孩子就在鱼的肚子里面跑出来 就像坐在潜水艇一样 一跑出来就跪在那边 赶快给我鱼肚子 赶快给我鱼肚子 我妈妈快死了 那个鲨鱼的就赶快割一块肚子肉给它 它就拿回去救它妈妈了 它妈妈就活起来了 那个时候大家就愣在那边 这是怎么一回事 就有个老和尚跑过来 老和尚说 你们知道吗 这个孝顺的孩子为了救他的妈妈 所以这一只龙鱼呢 居然救他 他掉到河里面的时候 他把它吞在肚子里面 然后自己像自杀一样让你们抓起来 好来布施他肚子的肉 来救这个孝顺的小孩子的妈妈 这只龙鱼伟不伟大 哇 大家听了就哭啊 然后哭以后谁也不敢吃这个龙鱼 因为他肚子已经破开了 就把这只龙鱼送给老和尚 各位 你到寺庙有没有看到龙鱼啊 我们每一个寺庙那个木鱼就是一只龙 有眼睛有尾巴肚子打开了 然后我们休息慈悲心就要念 拿摩观心菩萨就敲那个木鱼 知道吧 这就是龙鱼的来源 各位 然后那个小朋友当然知道这个事情 他以后敢不敢吃鱼啊 鱼也被孝顺的人感动 所以佛经说 孝顺的人掉在河里面也烟不死 孝顺的人掉在火里面也烧不死 孝顺 有没有神保护你啊 所以各位呢 一定要记住师父讲的话哦 来 背一下 孝顺父母 孝顺父母 长寿健康 孝顺健康 富贵有钱 富贵有钱 感恩的人得福报 来 尊敬师长 尊敬师长 有智慧 有地位 有地位 同学们不要骂人啊 你说你好笨 你骂人笨你就笨笨了 你像猪 你里面就跑出一个猪的种子 以后你生出来的儿子就像一只猪 懂不懂啊 各位有没有玩过电脑 电脑里面的软体 就是基因 你每天在讲话 看别人做事 就产生你生命的基因 所以你这个生命的基因 就变成你的外表 变成你的命运 所以在背着 自作自受 自作自受 善有善报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恶有恶报 种瓜得什么 瓜 各位 种瓜不会变苹果啊 一切都是自作自受的 所以各位要了解这个道理 明天在是六载力 是苏大天王 收拆人间 善欧几礼 空车代仲 修齐八观再解 阿咪的福 生命电视台 呼吁保护一切生命 周渡一切生命 是众生里苦的难 落实佛法的大慈大悲 世间佛陀的独生奔怀